大家好 我是清清 今天我又來了深圳最多潮汕人聚居的赤尾村 我們現在來到赤尾站 聽清清說這裡有很多潮汕食 我們上次去潮汕去了三天 她都未吃夠 今天還特地來找這些地方 我現在跟著去看看不知道她有甚麼吃 想知道我給了甚麼潮汕美食 就跟著我去看 Go 過來赤尾站 由福田好岸和王江好岸過來都很方便 如果你福田好岸過來 就在福民站坐7號線就直接去到赤尾 連塘好岸過關的話 2號8號線坐到華強北 再轉7號線坐兩個站就來到赤尾站 第一站我們先吃了午餐 來到阿六潮汕美食 地鐵走過來都是3至4分鐘 在當地都稍有名氣 我們就慕名過來試一試 看看如何玩法 一進來見到冰桌上已經鋪滿了海鮮 潮汕毒藥生煙 如果你消費滿200元 就可以用1元換購它的生煙全家福 這裡的海鮮品種也挺多 而且也有寫價錢 我見它的價錢和香港街市買的價錢 其實都差不多 至於味道就要你親自過來試一下 你現在進來的感覺 有甚麼感覺 老字號的感覺 老字號 對 因為全部都是本地人吃的 看樣子是否認中 我覺得看樣子是正中的 你上次去潮州 學了幾句潮州話 你可以跟他用潮州話說 可能不會騙你 喝醬 喝醬嗎 不知道 好久沒人吃過 你去前台問一下吧 好久沒人吃過這個套餐 美團買了二人套餐 128元 聽完姐姐這樣說 也有點膽 門口外面 有即點即做的潮州裸條 只是15元一碗 潮州老水拼盤 還有阿綠招牌 番薯粥 潮州魚飯 黃花魚 魚也挺肥美 這個叫做陸福雜錦湯 甚麼都有 最後有個小食拼盤 味道不過不失 沒甚麼驚喜 論價錢來說 這間都叫做抵食之選 不過不要叫套餐 吃飽了之後 我就走過來福星街市 由阿綠餐廳走過來 都不用一分鐘 聽說 這裡有一間肥衣美食 專賣潮傘粉果 進來門口 已經看到姐姐在蒸潮州菜果 在上面綠色的是青瓜卷 下面的是芋頭卷和蘿蔔卷 我買了一條芋頭卷和蘿蔔卷 還有兩個紅頭果和一種種 全部加起來都不用30元 看看前面紅色一袋袋 別人訂了 生意這麼好 味道應該有保證 這個是什麼 裡面有什麼鮮料的 有蔥菜 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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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果兩個半一種 芋頭卷7元一條 紅頭果3元一個 一種種是8元 頭果裏包著糯米 看到這間餃子店 我就買些回去試試試看 聲稱在這裡住的居民 90%都是說潮山話的 所以在這裡賣的東西 通常都是以潮山為主 全部都是潮山 最後兩個 要多少個 我要兩個 還有一點那個 鴨腸 要以及這個 可以嗎 一個多少錢 十九 十九 難怪這麼便宜 原來這間是買滷水鴨的 對面才是買滷水鵝 這間很多本地人買 他們都是用潮州話來對答 這間鵝肉是55元一斤 轉過頭我就走過來地鐵站的D出口 看到這間煎果子的店鋪 就沒有錯了 直走大約50米 轉左 在小巷 就會來到潮香糖餅店 這間店鋪在深圳潮山人當中 有一定知名度 裡面除了賣潮山特產之外 還有新鮮出爐的綠豆餅買 這間店鋪的綠豆餅 它自稱是深圳第一 價錢也很划算買 這裡的特產款式也挺多 但每一樣都沒有寫明價錢 這個梅花酥看起來也不錯 我看到也挺多人買 挺適合做新年的應節食品 我買了核綠豆餅 買到回去家人都說很好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赤尾站附近還有一間有八年歷史的廟園 名叫江邊百宮廟 在潮山人生目中 百宮就是他們的守護神 拜得神多至有神秘戶 進來已經有很多人在拜 逢初一十五這裡還有人流館 要排隊才可以進來這裡拜神 百宮廟是供奉天地父母佛祖福德正神 潮山人生目中這間百宮廟很靈驗 逢初一十五都會來這裡求信求財求平安 拜完神之後我就過來玉耳馬行街 準備看看有沒有適合買的賀年食品 或者賀年擺設 我看適合出入平安地毯 這裡的零食我沒有興趣 都是看多過買的 逢而逢而馬出來天都黑曬了 又是差不多時間去吃晚飯了 就吃過了 哇很大隻蝦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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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這裡都很旺 爺藥都很旺 對呀有很多東西吃 很旺 真的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吃 很好吃 羊肉包 羊肉在裡面 對 吃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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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個 買一個 吃過羊肉 我最怕吃羊肉 就試一下買的羊肉 看我吃不到就知道 好熱 剛剛拋出來的 有羊肉在裡面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聞一下 有酥味我不吃 酥不酥 酥 怎麼算 有酥嗎 你試一下 我試一下 好… 很酥 吃起來又不太酥 吃起來不太酥 也行 可以 我聞起來不酥味 吃了一口頭下 好 等著 咬飯有興趣 有 我最喜歡 試一下它炒和我炒有什麼分別 這個吃什麼 試一下吧 什麼豆瓶 耶 這是甜的還是鹹的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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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這間潮州豆漿店 晚上才開門 眼淚的 看不看得出 這裡的油條 像是什麼 這是薑薯 炒都沒有色彩 我們店的招牌 薑薯 每碗豆漿 都可以加你自己喜歡吃的配料 油條都是新鮮炸的 是 你要炸脆嗎 對 炸脆的 炸脆 你要炸脆嗎 要放薑薯豆漿嗎 我加到 不是 它是平時代人的薑 這個 不屬於薑類 哦 晚上喝新鮮的豆漿 我也是第一次 這個甜的 對 嗯 很滑 嗯 很滑 嗯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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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碗豆漿除了滑之外 還有很香濃的豆味 它也很有空氣感 難怪剛才有人叫它炸脆一點 我覺得脆一點可能更好吃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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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在炸脆這個 就是我們剛才吃的薑池 又叫薑薯 是薯類的一種 薑薯就是朝陽的特產 也是朝鮮人的傳統食物之一 通常加入豆漿或糖水 裡面 它外表就好像淮山 所以就有小淮山之稱 我們現在飲完豆漿 就走過來這間叫牛巷番薯竹的打冷店 門口外面就大排長龍 大家都是排隊進去叫菜 裡面就有各式各樣的潮山食物 見網上的人推介這裡的生煙和涼拌 另外一個吸引之處 就是價錢很值得 人均消費是50至60元 是其中一間深售本地人喜愛的餐廳之一 見到燒烤也不錯 讓我買隻雞也試試 老闆就是那個阿豹 他不接受你的訪問 他不接受我的訪問 還有一個炒飯和一個魚頭湯 35元 還有一隻雞翼 還有一隻雞翼 雞翼開箱 現在開吧 雞翼開箱 很辣 魚頭湯 這是什麼魚 怎麼看見什麼魚 玩魚 不會看 淡水魚 給多少分 700分 這麼高分 炒飯來了 可以 看來幾個鍋氣 好 到你試炒飯了 很久 有鍋氣 有鍋氣 不過有很多油 太多油了 你看 有油看來是漂亮的 粒粒粒粒粒 顏口油 是炒 有很多光瑤柱 魚肉 鹹鹹鹹鹹 不知道是什麼 冬菇 清清, 你在做什麼 吃不完 這樣也吃不完 兩個人喝碗湯 加個飯也吃不完 你吃飽了嗎 真的吃不完 嘩 嘩 好像湯一樣 像潮傘 像潮傘 全部吃東西 買東西都是潮傘 好像去了潮傘 如果下次我們來這裡先 我們上次都不用去潮傘 我們唯一沒有試過潮傘 大排檔 因為太多人 沒有試過 不知道真正的味道是怎樣 我們吃的都是法餐店 下次你想吃潮傘 或者買潮傘的手信 地道小吃就可以來這個邪尾站 都可以 因為都很接近 都很方便 地鐵都是坐兩三個站 除了潮傘的食物 也有很多特別的食物 例如我們今天吃羊 可以來試試 羊肉包很難接近 我們不吃羊 受不了那股味 一聞起來已經鬆 吃起來 最初都不太鬆 越來越鬆 不過我們喜歡吃羊 吃羊應該覺得那股味 我吃完了 我們不吃羊 真的不順盡 那個不是潮傘的 是新疆的 可以吃其他食物 豆漿有豆味 有豆味又很滑 不過那間餐廳的位置 很驚嚇 在街市的後巷裏面 我不知為何你會找到這間餐廳 豆漿真的挺好吃 不過是晚上才做生意 好像六時才開門 六時才開門 即剛開門 你們有機會去試一下 挺好的那間餐廳 我們現在快要走到豐田的關口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看著我們 我們開始有點尷尬 先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 記住訂閱阿清清的頻道 他很需要人訂閱 還欠很多數 先謝謝 拜拜 拜拜